肯亚发生非常严重的车祸 这辆卡车在西部地处非常繁忙的公路的路口 冲撞了很多其他车辆 结果根据当地媒体报道了 卡车至少撞击六辆不同类型的车 而且一路碾压路人 现场一团混乱 看到了很多车子都全部稀巴烂了 毁损变形凹了 肯亚地方警察首长就对外表示说 目前可以证实 这车祸已经造成至少48人死亡 不怀疑还有一到两人还困在卡在这个卡车底部 而这也是肯亚 近年来最严重死伤惨重的一次车祸 进头转到法国 法国因为少年被警方射杀 引发了暴动 在周五昨天进入了最高峰 大约800多人被逮捕了 抗议的人继续在各地中火烧 甚至火烧奥林匹克训练中心 年轻人还攻击了位于史特拉斯堡的苹果商店 把人家店面都毁了 另外马赛也禁止示威 但是你看还是烧了 民众放火到处烧 街上到处都是波利市大盐 根据法国当局统计 总结有492份众多建筑物 建筑物遭到了毁损 2000样的汽车被烧光光 众火事件则是高达3880起 到处一团混乱 现在为了员工以及乘客的安全 法国的运输联合会表示说 巴黎的工程跟电车将在每天晚间9点之后 不开了停时 直到进一幕通知才会再来恢复 看起来最近法国的治安真的是 大陆外交部已经证实了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会透过视讯的方式来出席 7月4号印度以线上远距离的一个模式 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 来听听大陆外交部发扰了毛铃紫心的说法 上河组织成立以来始终遵循上海精神 持续巩固成员国务林友好与政治互信 深入推进各领域合作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发表重要讲话 并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就上河组织发展 做出规划 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上河组织必将取得更大发展 助力地区国家的发展繁荣 另外来问新事相互 请香港庆祝回归26周年 刚庆祝了加强维安巡逻 香港官方现在祭出了大量旅游的好康 听说要撒机票要送机票了 整个暑假两个月期间 香港6000家店家都有优惠购物的优惠 甚至买一送一超划算 从汉堡咖啡老到运动鞋 全部都有好康 就连你吃高档的鲍鱼烧鸡 也能够享用七一折的优惠 一顿算价来行不郎当 可以写下台币4000元 请看来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七一回归26周年 没有大陆领导人访港 也没有收到游行集会的申请 但警方也提前加强各区的巡逻 同时提早封锁七一升旗里的金子金广场 以及举行庆祝酒会的会展中心周边 疫情复场之后的首次庆回归 香港除了推出各种公共交通 有一到五天的免费优惠之外 超过一千五百家餐厅 也有优惠 上有鲍鱼烧鸡的套餐 十二人用原价一万四千台币 七一则可以省下四千元 也有四菜车提供七一则 有业者说七一则是亏本的 但也希望透过优惠提高民众消费抑郁 同时从七月到八月底 有超过六千家商户 参与的开心购物节也正式启动 无论港人或游客 有节扣或买一送一优惠等 也会送超过一百三十万份免费礼物 包括一万个汉堡 十万杯咖啡 超市现金券等价值约六十一台币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静华的报道 好 看起来很多人都要去香港玩了啦 另外来看的是根据数据显示 美国的通膨降温超过预期 加上苹果公司市值突破了三兆美元 也成为了美国第一家 达到这项里程碑的上市公司 因此市场上蔓延乐观的情绪 美股周五全面收逢 道琼空的指数中场上扬 285.18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扬 1.23%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 指数上涨幅度达到1.45% 也使得今年的上半年 累计的升幅高达了31.73% 创下1983年以来 上半年最强的表现 2.47% 10.15% 10.9% 20.35% 20.15% 20.16% by bwd6